巴德2号社会住宅已经在3月份完成签约入住 但还有部分空房依照规定会让被取户来完成后面程序 但受到了这疫情影响 住宅发展出了说明后续的抽签、看屋、签约 都会采取线上的方式 会让租客7月如期入住 巴德2号社会住宅已经顺利完成入住手续 但个人因素没有完成签约户数有80多户 依照规定由后补住户来入住 但受到疫情的影响 住宅发展出说明原本在6月的看屋 以及签约程序都该线上进行 正取户的部分目前都已经在4月底入住 5月1号起机租金 所以正取户并没有受到影响 那另外后补户的部分 我们本来就是原定期程是7月1号的时候入住 那这次受到疫情的影响 那我们也直接研究相关的法规跟我们的系统 那我们已经确定 巴德2的后补户后续的作业 我们就改为线上 线上选屋跟签约等 那一样不会影响后补户的入住的期程 巴德2号社会住宅受离户 一共有1282会市民朋友提出申请 申请相当踊跃 这次招租了354户 中签率有三成 今年中路1号以及3号都会加紧完工 提供市民良好的居住环境 那另外中路1 那目前是刚起步的阶段 刚招租有一个段落 目前正在审查文件的阶段 那目前我们也在看期程 如果疫情依然严重 我们因为已经有巴二的经验了 我们也会以线上来做办理 所以中路1的申请户 依然不会受到影响 以上 驻发出也提到 如果没有抽中的市民朋友 可以参考民间版的包租代管方案 一样享有相关的补贴 以及方案优惠 也可以多利用官方线上看污系统 来挑选合适的物件 讨厌有些新闻 林队峰八德采访报道